进入二台新闻现场 今天的午餐会 要带您前往马来西亚 希望人人通过阅读增长智慧 当地的慈祭人呢 长期在各个社区举办了品书会 也就是说啊 不只是读 更要把这些内容都吸收进去 反复思考细细品尝 不过今年遇上了疫情 实体品书会活动也遇上了 不能举办的困境 马来西亚这边怎么来应对呢 我们马上把镜头交给马来西亚主播 龚华盛来和我们聊聊 华盛午安 一听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槟城 我们这里也和台湾一样 在各社区都有举办 大大小小的品书会 但因为疫情的肆虐 再加上马来西亚政府 实施了行动管制令 因此所有的活动 包括品书会都被迫暂停 然而志工破除了行动限制 善用科技把品书会 从实地转到线上 在疫情这段期间 也不断文化精进 吸收伐水 静心定心 今天的导读老师是每一时间进 马来西亚早期的读书会 都在慈祭会所或环保站进行 后来因为疫情肆虐 志工便将读书会转到线上 面对新常态的学习 志工们努力适应 以往的方式呢 就是由一个主要的导读者 一个人在前面讲 那可能二三十个人就这样的听 所以互动上呢 也有可能会比较缺乏 现在品书会的方式呢 是要每一个参与的人 都要说出自己的心得 或者自己的成长的故事 可能还有一些社区 发青家人们比较年纪的 就可能会面对操作上的一些困难 但是这个呢 都因为我们是每一朵莲花 都有一个莲花组 来跟他们互动 帮他们克服 志工去武荣患有新光眼 对新科技也不熟悉 但依然愿意学习新知识 并承担一朵莲花的导读者 相信自己做就对了 因为看手机姿态小 对我来讲看久了 会流眼泪 然后影压会提高 电脑也不能看太久 最多也是要超过半小时 要停留一下 本来zoom也不会 现在那个也学了 差不多有60%以上 是可以operation的 我是很简单的 要做就做好 因为商人头是讲 哎呀 做个第二 做个第二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 从实地读书会 到线上品书会 科技破除了行动限制 志工们透过云端品书尽心 品味法香 安定性灵 增长智慧 分秒不空过 用这个机会 让大家知道 其实商人书记 很多都是生活中 我们需要的那种资料 比如说家里的摩擦 特别是MCO 夫妻整天在家里面对面 一定会有很多摩擦的 大家又有什么心态 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上 会面对的问题 对 如果是我主的话 他们就跟了 全码有280多多的点 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品书 我们可以把商人的法 把它传播得更广 给更多人可以听得到 看得到 用得到 读书仲在能吸收内容 增加知识 而品书会则是思想交流的平台 参与者透过分享心得 彼此交流 从中精进 也能提高心灵能量 大爱新闻于少年 李佳英 马来西班